字幕志愿者 李嘉雯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終點不思 mike 直播的題材 我們今天談 расск事要的跟大家分享 讲第180单元 前卦 文言对于前卦 药苑之龙的诠释的最后一段 那这段呢 我们标准这两年之间 如何做选择 我们知道呢 文言对于前卦 这个药苑之龙 或要再也要缘之龙 他有四段诠释 九十曰 或要再也不救 何谓也 子曰 上家无常 为为邪 今夜会会离其 君子尽得雄业 一及时也顾不救 或要再也正事 或要再也前到哪阁 九十从刚而不中 上再再也下再前 中正在人 或之者一之也顾不救 这是文言当中 他把上面讲这句话 分成四个段 来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做 或要再也 为什么 或要再也 可以不救 这四段话其实都解释了一种状况 重状况就能面临两人的状况 一个人面对两人的时候 如何选择 当初我们要伐咒 他已经到了梦军 他甚至已经渡过黄河了 他不是没有渡过 他已经渡过黄河了 渡过黄河的时候 可是他去 阿姐 风河之地 他就选择退兵 又回去就长了 又回去 又隐藏了十年 才第二队经营 第二队经营 到了梦军 那一队 那一队却不是风河之地 而是风已交加 不仅风已交加 而且 还犯太岁 太岁 满满自重了 所以他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可是他还决定均兵 因为他知道实际已经成熟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九四表 它代表两难之间究竟如何来诠释 但是我们之前的学生 跟大家分享 两难之间都会学 最重要是三思或再思 都可以 三思是别的那些 行动更快速 想到制作 例如说指数之类的 你要三思 二思是讲到的 凡事非常慎重思考 考虑在上 永远不拒绝的人 孔子说 二思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隔禁 就会自己是一个瞻前顾后 面对这个话 孔子 根据毕竟的意思 二思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勇往直前 说做就干 那这个九四表 要叫你三思而不作行 所以二思还是三思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孔子这个人 三思太多 是针对那些 凡事想太多 如意不决的人 所以你四个两次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多思考 时机稍重即死 时不再来 也均不可思 你在世可能错过了 所以他告诉你 三思而后行 二思 如果你是一个勇往直前的 他告诉你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是一个凡事的 琢磨再三的重各性 他告诉你再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易经》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最后一句话里头 他说用获子 获子就是遗子 所以这一只遥的特别 他不是展听节特别告诉你如何如何 他告诉你是遗子 遗子的意思就是要遗子才能救 如果你不是遗子 啊到了就干 啊这个时间到了 这也不是这只挂神的意思 他告诉你一只才能够得到五九 如果你没有一只的话 你抱歉这只挂可能没有 所以有一个看来 不挂不到九四两 知道这个鸟胸前 他看到五九 啊没事没事 如果你仔细看到五年的话 你会发现 或要再一遥救 还不一定遥救 还要这样 遗子才能救 事实在身 事实在二才能救 所以有时候《易经》不挂了 准不准不知道 准不准不知道 有人认证 有人认不准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易经》的这个选择了 你会发现 他重点不再准不准了 他重点在告诉你 面对这些状况 你要如何做选择 你要做的一些符合他讲的条件 你才可能无救 如果你没有做他这个讲的条件 要无救 大概是阿婆生子 这就很困难 很困难 在《四国全书》当中 清朝有一个《易经》大使 这个人叫做《慧洞》 因为他出生在江户书的远德县 远德县大概在现在的书州四部近 所以他写的《易经》叫做《圆核会动》 《圆核会动》他写一个《周易述卷》 在《周易述卷》当中 这一篇《周易述卷》当中 他被列入《四国全书》当中的一篇文章 这是清朝的这个精卷大使 出生在江苏苏州古《圆核县》的会动 他在他所写的《周易述卷》第十九 第十九卷当中 他这样解释 《九四货要在月》 这个其实我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看怎么解释 他说货要在月五九 何谓也职业 上下无常 辉为邪也 进退无恒 挥离勤也 君子进得修业 及时故旧 他还会写一个小小的处识 他说货要 是货要为上 再因为下 所以 所以 货要在月五九 到这块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回到初九 或者是进到九五 他只有两个选择 他不是退到九三 有的人说 这货要在月五九 这货要在月五九 其实不是的 他是退到初九 退到月五九 退到月五九 你从哪里出来 就回到那里去 这才是货要在月五九 他不是在降临中中 中途天余 而且他也降临 你绝对不能停在九四 绝对不能站在那边 既既既退不退 那这样 闻死无疑 常常你这两种选择 一种是 奉努离站 你就可以到九五 一种是退回元处 但是 你觉得奉努离站 进到九五 还退回元处 再是等待时期 他不知道 但是都可以无救 所以这个无救的前提是 你自己主动选择 你要选择 归一三年 还是选择 继续奋战 如果你选择的既不继续奋战 也不跪一三年 那恐怕是大祸临头了 像清朝中叶的时候 人家叶明生 叶明生跟英国作战 既不打仗也不防守 既不投降 也不抵抗 所以英国的南阿牧不跟那个 最后能关到印度去 所以他是不进不退 也不全救兵 他明明知道广州城鎖不住 可是他也没逃跑 英俊家进攻广州城 他也不上城防守 他也不上城防守 他也没逃跑 英俊家进攻广州城 尘破了 他也不逃走 也不出兵底下 所以被抓住 人家叫他投降 他不愿意投降 人家叫他签字 他不愿意签字 可是英国人讲 假要杀他 他也无可去 所以英国拿南阿牧不迈格 所以把他流放到印度去 他死在那边 这些九四三年 什么都不干 感觉上是明哲保身 其实是九四这个牙词 是明哲无法保身的地位 人生有些时候 你又发现明哲无法保身 最主是这个位置 所以《四部前书》当中 他就记载了这个会动 对于九四字牙的一个诠释 会动又说 二四不正 二四不正 所以言邪 为什么 因为二跟四这两个位置 都是阴位 但是都是阳阳在阴位 所以叫不正 阳阳在阴位 阴阳在阴位 阴阳在阴位 叫正 阳阳在 例如说六二 这个就是正 既中又正 九五 既中又正 他九四 九四呢 他说二四不正 不言邪也 不正的意思 正邪不两立 所以他才会邪 就是他对卦象的解释 他说 为什么说灰为邪也 上下无常灰为邪也 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在正位 不过在正位 当然在邪位 所以呢 灰为邪也 他说三四不中 三四不中 都不是在正位 都不是在正位 如果我们知道六二 六二叫二跟五在正位 所以一要是二五才正正位 所以他说 二四不正 故皆耶言邪 三四不中 故皆耶言邪 故皆耶言邪 不中的时候要等待时机 要等待 要坐正这个位置 一个是讲空间 一个是讲时间 一个是讲时间 所以呢 即时首求以终也 终用业 君子而时钟 君子而时钟 所以九四呢 他是一个这样 他说最后一句 遗之也 遗之也 遗之也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九四呢 根据会动的解释 他说九四无常无恒 就业势尽失退 有所以后 有所以后 就是要遗之 遗之的意思 就好好思量 所以遗之也 遗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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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这里讲的 顾遗之 遗之也 遗之也 顾不救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前观的九四 禍耀在焉 他这个救易经的逻辑来讲 他是一个不中不正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呢 钟跟时都要考虑 空间跟时间都要考虑 空间 你不能长期停在那一点 梦觉 你不能一直在那 你要移转 所以你要改更空间 第二你要等待时机 你要等待时机 所以这时候位置里头 你要回到十跟钟 是最大重点之重 也就是这个会访 会访给他一经大师 所以他说 九四 这个九四 这个是不中不正的 不中不正 所以要求 要怎样 就你必须要考虑 空间 要考虑时间 空间不对 时间也不对 所以你要怎样 你要移转空间 移转空间 根据九四的那个 前观诠释 就回到原点 所以呢 周五把梦觉持续 最后回到了周园 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实际不对 他要等个十年才出病 所以他的九四呢 根据会动的解释 他九四呢 前话九四是不中不正 不中不正 因为不中不正 所以要考虑时 也要考虑中 会动里头 他特别统计了一个数字 他说 空间 在团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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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言识者 只讨论到十的 有总共二四卦 言识者有三十六卦 在相转当中 言识者有三十九卦 言识者有六卦 但是呢 讲道 非识非忠 所以他说 言识少言 所以只识做忠用 做忠用就是要 解决这个 非证非识的状况 非证非识的状况 所以呢 只识做忠用 处不止之意 君子而时钟 时钟之意生意 所以文言中 用久的 说 知见对存亡 而不识其证 其为圣人 是时钟之意 是时钟之意 也就是说 在这个 会动当中 这一段的解释 他其实对我们理解 挂的原理 有很大帮助 因为他在中跟时 还有为什么 这个九四呢 为什么他既不中 也不死 他不仅空间不对 而且实力不对 他不仅上不灼天 下不灼地 而且中不灼人 他是一个天使地利人 和基伯利的状况 他是一个天使地利人 那天使地利人 和基伯利的状况 他给我们的一个建议 就是 获止 考虑 再思考 再决定下一个行动 还有决定下一个行动 一定要行动 因为你不能作为代币 要么你退而言点 要么你就分立即 但是呢 你分立即 或者是退而言点 一定要思考再三之后 再做出决定 不是一次冲动下的决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呢 如果我们知道 它的《易经》的原理 然后从《易经》的原理 那么UD 从这顾味 从挂味 从挂味 从挂字里面 这是中心中 为什么它的《易经》这么说 为什么它的《易经》这么说 为什么它的做夸诗 为什么它的 《易经》里面 但是把六窯都用龍來形容,只有淺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初九代表陽氣在下 在地下或在水下 所以他說淺龍,所以淺龍可能淺在水中 也可能淺在地下 九二代表陽氣冒出地平線 所以叫見龍在田 九三窯代表陽氣過令當權 叫朝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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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是过令,它不是得令,它是过令 所以这过令当权有一个非常难解释 我们在很多人在解释医经或者理科医经的简单在卦词里面 你才会发现有过令当权这几个字 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过令当权,过令 过令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位置 原来的位置是等令 你已经超过,你不是未令,未令是还能到的 你可以想这种状况 就是说一个时间当过小竹馆 这个时间当过小竹馆 可能当过科长,当过部长,当过组长 因为九二嘛 所以它到了九三 一般高级的高级不了,到了九四 高级的高级不了 这时候就说了,所谓过令 过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位置我已经当过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在这个位置 过令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过令 这个令我已经当过了 如果在意见里面它是未令 未令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没有当过 得令我现在正在干 所以这个过令当权 当权怎么意思? 执掌权力 我得令当权是最好的 我未令当权 遭人家忌恨 我过令当权 我过令当权 让人家讨厌 我过令当权 让人家讨厌 所以呢 一经用这个解释 在会动里头 它用这个过令当权 来解释九四 这个九四没意思呢? 就是说 它已经当过一些基层主管 可是它还喜欢花号实力 所以它当权 但它过令 过令 有点状况 例如说 中逼很多人都知道 中逼以前在学校服务 我在学校服务 当时我们有一个老师 他是业界老师出身 他曾经在某某饭店当过 因为我在国防训练管理系 然后他曾经在某个台湾 某一个知名大饭店里面 当过总经理 他跟我讲 他当过老师 所以他来中作服务的时候 他算夜市 夜市 夜市的身份当然很好 非常好 因为他知道很多东西 有一年 因为我们科大学要实习 有一年 这个实习的几个同学 就选择到他原来服务的大饭店去实习 刚好就是他们班 所以我就请他来担任这个班的指导老师 他觉得很好 所以我们的几个学生 在他曾经担任过饭店总经理的饭店实习 有一天 我就邀他一起去看一下学生 因为我们学生实习是一年 大概是几个月 我邀他去这个饭店去看看这个学生 所以他到饭店去的时候 当然我会实验通知饭店 所以饭店里有个经理来接待他 因为这个经理实习被我们老师带过 所以他就带着我 所以他就带着我 还有带着这位老师到学生工作时期的地方去视察 然后他就非常有意见 这个怎样的 这个怎样的 通知就觉得 哇 这个老师好棒 这个经验丰富 等到把学生的工作环境都已经视察过了 然后我们有个小检讨会 而且小检讨会 我们通常是这样鼓励学生 然后感谢饭店 鼓励学生 鼓励他们继续做下去 好好做 感谢饭店 感谢饭店 给我们实习的机会 通常我们大概这样就已经很够了 这样就很够了 结果呢 这位老师 因为他曾经当过这个饭店的总经理 别人当然对他逼风逼近了 所以当他开始起来讲话的时候 他没有批评学生 他批评饭店 他都讲说 我刚刚在哪个饭店 我记得我在当总经理的时候 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可是呢 我发现你们没有这样做 这样是不对的 你们总不能因为我没有当总经理 你们就不这样做 你们不这样做的话 怎样教学生呢 所以他在那里呢 发了一篇长篇大论 我在旁边扯他一脚 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 结果他好像越讲越起见 讲得很久 大概讲了半个多小时 我会看到那个经理 整个脸都垮下来 非常难看 原来是笑领人 我跟他讲了之后 不然难看 笑领人看了之后 我就说 我们今天已经思考到这个结束了 我们就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来 我跟他 因为他坐着车子 我在车上之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 老师啊 你当过总经理 但是我们现在去卸任了 我们离开了 离开之后 这个指点江山不大好 我说 你看那个经理好像颜色不太对 然后他说 别人不能指责他 只有我可以指责他 我说 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是我带出来的 当年是我带他出来 如果不是我带他 他怎么会干到今天的经理呢 所以只有我有资格批人 我看到这种经理 我认得不对 我要批人他 我说 也许是新的总经理 有新的做法 他说那也不对 一定要怎么做 怎么做才对 所以他讲一讲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 不在其位不抹其正 但他也是没有办法接受 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接受 后来没有多久 后来他到很多饭店去 带学人去 到你的饭店去 他在批评人家的东西 所以后来这一事 过了没多久 这个饭店是主任打交给我 他说 中老师 我们饭店 你来这里看学生 但是是不是可以请某某老师 不要再来 然后我们想说 我们可能受不了他 如果他再来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 让你的同学在这里实习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 过令当权 也就是你是一个过气的主管 可是呢 你却常常批评你过去的 这个叫过令当权 所以过令当权 我们会说 这个叫过令当权 所以这个过令当权 你当然不好 阿高级目标 最终会犯得错 这个过令当权 你曾经当过分公司总经理 你曾经当过分公司经理 你曾经当过分公司经理 你现在当总经理特助 然后你再回到分公司去之后 分公司已经有经理 结果你就指导他 这个指导那个 但是你已经不是经理 这个经理负责成败 负责成败 所以要不然你就继续干就好了 这个我倒是非常有经验 所以过令当权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找个义间大师跟你讲 然后他跟你算八字 算了半天之后 阿就是这个过令当权 所以怎样怎样 你对这句话不懂 那总结讲这个意思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 那过令当然有所谓得令 得令有失令 失令有两种结 一种是未令 一种是过令 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在补华的时候 或者是帮大家看八字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这老师说 你这是过令当权 你这是未令当权 你这怎样 通常这四个字的意思 意思不是太好 意思不是太好 也就是说 如果过令当权 意思是当退不退 当退不退 你现在已经大老了 你还自己认为是老大 你可以这样想 你现在已经大老了 你现在还自己认为是老大 你现在还自己认为是老大 所以当过党主席的人 已经退居幕后了 已经不再当党主席 他变成大老了 大老的时候 他回去还是一个老大的姿 还是不对 为什么老大已经不是你了 已经当过经理的人 再回去督导 当过总经理的人 再回去公司 当过董事长 再回去董事长 还有自己在干董事长 这是所谓的过令当权 所以在疫经当中 有时候我们在帮人家看八字 帮人家排卦 有些老师说 这叫过令当权 通常不是太好的一次 如果是像常 例如说 我们白天要工作 晚上要休息 如果有一个人 白天工作 晚上来工作 白天认知工作 到晚上来认识工作 而且用功不只是牺牲的时间 这个也是过令当权 所以过令当权 所以过令当权 不只是 如果这个人非常努力 白天工作做不完 晚上要做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还不够 礼拜六要加班 礼拜天要加班 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过令当权 所以就说 要再其为磨其正 不再其为不磨其正 上班的时候努力上班 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 这才是正常 你上班的时候不想上班 然后下班的时候 一天到晚想加班 赚加班费 那这种情形都是过令当权 过令当权 从意见的逻辑来讲 我不能说很坏 但是毕竟是不太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九三摇它是一个过令当权 九四摇它也是一个过令当权 如果初九的话 假设他这个人很有权的遗忘 那就为令当权 这个得令就是 正在这个位置上 古人如果你知道 一经逻辑 他会听到一句话 叫当令者妄 妳说 念云 念那些弗 思念也不改 一件他说过令当权 未令当权的逻辑 最常见的是养生 就这个原理的最被用最多可能是养生 所以你在养生健康里面 你才会听到得令 过令 未令这种东西 养生的逻辑 例如说一般的家庭主妇 他在寻过书果 学习过师父的时候 他喜欢寻过当令书果 这个很常见 当令书果 什么叫当令书果 就是春天的时候常常吃春天的食物 夏天的时候常常吃夏天的食物 秋天的时候常吃夏天的食物 冬天的时候常常吃夏天的食物 也就是每个水果过得到四个生产季节 在四个生产季节买到的食物叫当令书果 但是因为现在农业有科学里话大大 所以好像冬天也知道夏天的食物 夏天可以吃春天的食物 夏天可以吃春天的食物 但是这个人不补力 为什么 因为这是施令 施令者 施令者若当令者若 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养生学 他基本上就是按照当令者若 施令者若 来鼓励人家 来进行食物 也就是说你不是吃某种单吃某蔬菜 而是他要看你这个蔬菜是施令 如果你是吃施令的蔬菜 那就得了忘 如果你吃的不是施令的蔬菜 叫施令者若 施令者若 不鼓励 例如说春天的时候 春天要吃什么蔬菜 春天最重要是让自己恢复健康 因为春天是刚刚过完冬天 所以你让上级的生气慢慢恢复 所以让这些生气慢慢恢复 所以春天最重要是帮助自己恢复健康 恢复正常生活 所以这种的一些膳食 要多吃些现为现丰富的生活 而像例如说菠菜 或者是碗朵 或者是梅子 或者是菊菜 这些都算是春天的食物 春天的生产 因为这个春天特别便宜 它含有高量的膳食营养 也含有高量的现素 还有高量的维生素 它非常适合通常 通便 这么你肠味道变得健康 当你肠味道健康的时候 身体就很健康了 所以春天要吃这些食物 如果夏天的时候 夏天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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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e SSD chine粗活 所以夏天粗活 夏天粗活 夏天粗活 领粗活 青粗活 下天粗活 назывに粗活 世界人生现在可以离与丘的解读 丘天的时候丘天最重要是雇费 费处金嘛 费处金 所以丘天出国总在论造 养费 所以当指令进入丘天的时候 丘天的当令出国 像什么呢 像这个 丘天的时候 像这个莲露 青花菜 柿子 白柚红枣 成本这些 这些都是不废的 所以当你几乎湿润 因为出现的时候几乎很干燥 让你养年免容 可以气气 流出现 冬天的时候 冬天也是当季的水果 当年是重软心 抗云露 冬天的一个对抗云露 所以你看 这时候因为气氛开始慢慢下降 天气慢慢寒冷 因为觉得自己很冷 虽然让自己的心软郭起来 那可以不会那么浓郭的意义 所以要吃动动荡荡的植物 例如说小白菜 白萝卜 芥芥菜 山苏 或者是大道菜 像这些都是属于动荡的植物 所以在养生里头 就会常常用这个所谓当令指望 施令指望 施令指若 一经文章也成为如此 所以在一经文章也常常听到说 过令当权 或施令当权 或是未令当权 通常都不太好意思 通常都不太好意思 通常不太好意思 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一经告诉我们 假设在救死 不选择是最糟糟糕的 选择获药或者选择在意都对 当时选择获药或者选择在意都对 当时选择获药或者选择在意都对 为什么 要看看你又可以思考 如果你有思考之后 选择获药或者选择在意 基本上都可以不救 可是你没有思考 你就选择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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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你没有思考 你就给他啊算了太平衡 都做了做了 这个都没办法不救 所以思考之后呢 或要再来都可以不救 可是你思考之后 提供在意地 那比如最多什么念念呢 可能不好 可能是救自己 中文想来的故事 大家知道三国时期 后期最面的一个叫司马懿 司马懿他在广年的时候 因为被这个司马瑞 被这所记 所以呢他当时 当时的大军都 军权掌握在朝鲁手上 所以司马懿一届的装兵 然后发动一个叫高平陵 叫做高平陵战政变 他发动高平陵政变 也就是他趁着朝鲁 跟着朝鲁家族去祭祀的时候 他发动政变 发动政变之后 他当时带了三千个军权人 当时的皇帝家朝方 人间价小 所以在朝鲁回建的过程当中 朝鲁突然发现 司马懿居然带了三千兵马来为他 所以朝鲁当时有一个劝反案 他说他只有三千兵马 我们不要太担心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我们抢先进入喜昌 喜昌的军情都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进入喜昌 朝方是皇帝 我们用朝方的能力 要求各地诸侯来群王 使马懿一避免的政治对手 因为所有的并不断地所伤 第二条路 你若能娶喜昌不那么容易 回到你的军运 你先去大使马 回到你的军运 号召军队群王 也就是他给他了条路 第一条路 我们就直接攻许昌 把许昌拿下来之后 司马懿三千兵十一定均住 许昌不是你 你回到许昌去 号召秦王 这个朝长说 他已经控制了 他的家人了 不许昌担心他司马懿一避 把他家人去误处死 他说你就会担心这样子 那我们就回到你的军运 营地 大司马懿住皇帝 那么也有你的军队 一定要号召秦王 跟司马懿一避免战 这中策 在司马懿一避免战 哇糟糕怎么办 我的七二子女都被扩压住了 所以朝朝最后学生的那条路 什么都不干 站在宿所就行 既不逃走 逃回他的军营所在地 也不见兵 建筑许常 站在宿所待情 所以据说 根据三贵宜的记者 朝朝讲 也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不做 宿所就行 任由司马懿的处置 但是司马懿跟他讲 你只要放下兵权 你只要干嘛干嘛 干嘛 所以他以为 我只是做护会主就好 也想到司马懿的后招 还在那里 所以他投降之后 没有多久他全家被杀 不仅全家 整个朝鲜家族 被司马懿处决了 一千多个人 等于是把朝鲜家的经历 全部干掉 所以高平之一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以朝所提高 他当时就在九四 可是他也禁拿 夺取喜仓 也不退来回到基地 所以他才能用司所就行 什么都没做 那当然是很危险 很危险 所以说是一定要做选择 而选择呢 一定要有思考的选择 退或进都会不救 但是不退不进不思考 那就真的是没辙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上的其他非常注目 除了司马懿的高平之一 还有其他例如说 黄巢啦 像米啦 张角的智诚 或者张歇乡等等 这一类都是在 面临九四的关卡当中 有不觉 有不觉 其实历史上除了 这些有不觉之外 可能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于不觉之客 一个人啊 他的利物限 然后呢 他离家要太远了 事业跟家庭一定要坚固 想投资又怕学会违归 过头头子又愿意叹怦动 愿意叹息 所以举世这个卦象是非常难的 上不在天下不在天下不在天 做不在天 是一个进退两难之举 但进退两难之举 无救 无救 这个是无救 所以之前我跟大家想 一经的无救其实偏修 一经的无救其实偏修 也就是什么都不做 这才是无救最大敌人 如果你按照一经的逻辑去 你按照它讲的条件 你做到了 你当然就会无救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可能可能无救 所以我们可以再回到 一开始跟大家讲 九四十个秒 根据一经的传统的传说 它是代表孟军官兵 代表说我们第一次出国孟军 战兵就官兵 这时候地心做恐怖有营 做恐怕老早就已经准备好部队 准备一战 所以做我们考虑到天使地利 而且考虑到任何 他真的还没有 一些传统大臣都还终于上座 所以他发现 虽然天使地利 人很多有 但不全难 所以他选择了 极力永退 已经渡过王河了 他又说 我们还是家里的 我们回去吧 大家各自解散 他们都在那等 他都在孟军那等 可能被围困了 搞不好就没有做茶的实在 所以他选择了退 跟大家讲 你解散了解散了 各自各自解散了 我也会吸气 所以你知道这张一座松果气 你看我都告诉你 说我们也要看遍 这一点都等了十年了 他没有找到去刺杀笔干 没有找到去刺杀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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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等着他们 回来 勤修得证 勤修得证 他不是用刺杀的方法 如果用刺杀的方法 也许更快 好 既然你有刺杀笔干 你有刺杀笔干 你有刺杀笔干 你有为自己 很简单 我开车课了 到那边去 两三个把你三个群干掉 那不是更加有利益建兵吗 可他们这么做 一等就等了十年 最后牧野之战 花了三天时间 花了一个礼拜时间 进军 花了三天 两天 进到牧野 然后花了一天决战 就拿到牧野之战 就拿到牧野之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或要再也 或要再也 这个话实是相对于此 所以这样子 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里面有两个状况 不知道如何做选择的话 看一下 一天前过了九四秒 一秒尺 大象识 然后再看一下 小象识 然后再看一下 文明怎么说 说不定你会得到一些启发 还能得到一些启发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地方 这个 谈谈说一地 有关于阿拉斯阿丹圆 有关于这个文言 对潜荣 对这个 要文 这个 或要再 要文这种解释 要文这种解释 但事实上不少 你全部讲完了 感谢当初观看 我们后会有期 在这种解释 我们的解释 我们的解释 适量 为了解释 我们的解释 没有解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